Hurl 有導了一部電影叫做 鳳梓不成婚 導演要不要稍微介紹一下这部電影 这部电影是男女在一起 有了属于鳳梓成婚 但是那他們就是 偏偏就是不要結婚 然後就是一直都不結婚 所以就是要 鳳子不成婚 哦真的 我有眼我都不知道 你們應該沒有人看過 史丹利演戲的樣子吧 對 我自己也都沒看過 真的 我跟你講喔 因為你講話很快吧 我們字幕跟不上 你的字幕 我們每一個都是很長的 哈哈哈哈 因為那個幾秒內可以講話的時間 是字幕是有限的 哦 真的講話太快 非常好 真的嗎 我很喜歡 因為價錢便宜 對 價錢便宜 又好用 好用 小股豆啊 小股豆啊 因為我是那個 哪一次碰面 就是第一次是我搭訕你 或是 沒有 我們也是在路上遇到啦 對哦 路上遇到 然後後來我就去他的店裡面 對 然後 就一起喝嘛 一起喝 然後後來覺得 不管怎麼樣 我下一個戲一定要找他是這樣 哪一個角色都沒關係 一定要找他的 然後剛好有一個角色 非常適合他 其實寫的時候已經有 我是那個 已經有預想了 對 但我覺得寫的時候 你應該是 我覺得這個角色應該是你自己吧 沒有沒有 那個另外一個 因為你 哦 男主角的角色就是我投入自己 然後有朋友就是 假設你在的話 對 非常的棒 真的 你沒有這樣跟我講過嗎 我 我真的覺得是接下來他的邀約不斷 沒有沒有 你沒有這樣跟我講過 真的是 我覺得那個 感覺就像是在演我自己一樣啊 對 因為他是照著我 想像著我的角色在演的啊 嗯 形象在演的 對 所以一開始他想咬字很清楚的時候 啊這個不像你的 然後就 對 然後叫我把鬍子剃掉 說這也不像 不像你 真的不像他 所以還是都有 很像他的那個樣子 歡迎來看 我們演的 《鳳子不成婚》 你留言嗎 歡迎來看我們的 《瘋子不成婚》 歡迎來看那個 就是我的第一次這樣子 處女座 對 處女座